的确房屋的结构和安全最为重要 特别是中美洲国家墨西哥地震频发 导致建筑物坍塌对安全造成威胁 在首都墨西哥城的建筑师 通过研究地震发生时的地震运动变化 希望能够设计出抗震性更强的高楼建筑 去年9月墨西哥连续三次遭遇地震的重创 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失 其中一场7.1级的地震 更是1985年大地震以来最强烈的一次 对于墨西哥地震频发的原因 地震专家根据板块构造学说进行了解释 除了位于地球三个最大板块 即北美板块 太平洋板块和太平洋东部的科科斯板块交界处 墨西哥城更是建于湖床之上 土壤相对柔软松散 当地震波穿过墨西哥城时 湖床的晃动幅度较大 损失也会较为严重 作为世界上其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 墨西哥城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 由于土地资源有限 又要容纳庞大的人口规模 建造高层建筑成为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这一栋有57层 高度为246米的摩天楼 目前是墨西哥城最高的建筑 在建造这一栋大楼时 建筑师运用了先进的防震技术 例如三角形的结构 可以有效地分解地震破坏力 让建筑物屹立不倒 大楼的地下深度也达到60米 混凝土墙上流出许多缝隙 这让地震发生产生剧烈摇晃时 墙有空间弯曲 不会因为压力而崩裂 另外金属质的鞋类构架 构建起整栋建筑 不仅节省材料 也有助于加强结构稳固 在任何高高层建筑 你会看到横幅 因为横幅 帮幅帮助建筑 控制后的动作 在这个情况下 它是这个地震 也让它支撑 而帮它回到确实的地震 1985年9月19号 墨西哥西南岸太平洋海域 曾经发生8.1级的大地震 400公里外的墨西哥城 遭受到重大损失 有上万人死亡 大批建筑物倒塌 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表示 政府在32年前的这一场大地震后 就开始实施建筑法规 通过监测和使用地震警报 降低地震所带来的损伤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网页去浏览 要是大家有什么新闻线索 您可以拨打热线 或者通过WhatsApp 将照片和视频发送给我们 我们的号码是8288-8223 我是杨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振华